被誉为河北最好吃的安徽版面 被有家传承了三代人的无名小店 制作出了极致 据说那小香味在炒料的时候 隔着无理地都能够闻得到 据说靠的就是那绝密的配方 以及独家制作工艺 那么接下来的教程 将会为01解密 首先第一步准备一整条的牛腱纸 重量大概为2斤左右 接着改造成1.5公分左右的小块 由于牛腱纸肉质减实 且有牛筋相连 随之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 下一步准备辣椒 然后倒入没过辣椒的温水 将辣椒泡制发脏 下一步准备 核心香料当中的小鸟 再准备核心香料当中的大鸟 将整组香料配方分为大鸟跟小鸟 主要是根据香料的出香速度 以及大小的颗里进行分类 分别在香料当中 加入少许高度白酒来助跑 小鸟的香味 接着再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 盖上盖子密红醒发10-15分钟 让香料充分的吸收水分 防止下一步炸糊 下一步在锅里面加入五金精炼牛油 然后开火将油融化 融化过后将油温升至九成热过后关火 让高油温带着牛油的油升味 起到断生的作用 等油温降至四成热过后 加入少许葱姜香菜中洋葱湿 还有泡发好的香料小料 接着开小火慢炸 空分地炸出料头跟香料的香味 给牛油起到一个去散 去腥以及增香的作用 香料炸炸至金黄焦香 并且发酵准备变幅的时候 过滤料出 接着加入半斤老姜片 开小火慢炸 炸出姜片的香味 将姜片炸至金黄焦香过后 加入泡发好的大料香料 持续的小火慢炒 以充分彻底的炒出香料的香味 并且让油洗足香味 由于大料香料这一部分香料 属于块头大 出香慢 所以大概需要用小火加持50分钟 到一个小时来完成 熬制时间到了锅后再盖上盖子 趁着油的余温 将香味彻底的闷到油里面去 等油完全冷却下了锅后 再打出三分之一的油脂 用下一步使用 接着在锅里面加入泡发好的两种辣椒 同样的开火小火慢炸 并且不停地翻拌 让辣椒的每一个面都能够被充分均匀地收热 由此来充分地示范出香味 已经设着 直至将辣椒炒至表皮开始微微变色 变焦的时候 再将切好的牛肉快闷在辣椒上面 由此来封盖住整个锅袋香味 再领入取出来的三分之一牛油进行降温 再次开小火 再用小火闷炭个半个小时 让所有的香味再一次地在锅底进行发酵 将辣椒充分焖至再一次发软过后 进行翻炒 将牛肉炒出多余水分 并且激发出牛肉的原香 同时让牛肉充分彻底地吸收辣椒 牛油香料的香味 持续香得更加彻底 所以只不过大概需要用小火闷炒个一个小时来完成 炒至完成过后 辣椒表皮开始微微变焦变黑 同时牛油也充分地吸收了辣椒的色泽 接着将整个底料出锅 然后将整块的牛肉取出 改造成大小适中的颗粒即可 将切好的牛肉放入底料当中 用油料完全浸泡 底料制作完成 下一步在汤锅当中 加入牛肉汤的时间 然后进行调味 调完味过后再加入炒好的三斤底料 接着用大火烧开 烧开过后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加入油豆腐 鸡蛋 火腿肠 用小火慢炖个30分钟即可 下一步开始是做板面 再调入一斤面粉270克的清水 将面合成面絮 然后揉成面团 将面团揉匀 揉光过后放入盆子当中 盖上盖子醒发个15分钟 醒发好了过后将面团取出 轻轻揉匀 排放出多余空气 再将面团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过后再分成100克左右的面积 再将面积搓成长条 搓成长条过后放入涂盘当中 再薄薄的刷上一层色拉油 防止水分蒸发 导致面发干 发硬 再风扇保鲜模型发展10分钟 将面团近一细开 这样延展性会更好 醒发好的过后将面取出 然后用手压扁 接着用擀面杖擀开 接着一只手抓一头 一拉一扯一摔 一去合成 然后开始下锅 组织定型过后再轻轻拨散 防止粘连成脱 水烧开过后 加入几片绿色叶子 和组织断生 成熟 迅速过去捞出 放碗过后淋上一勺底料圆糖 再来上一勺 带着牛肉的辣椒 淋上少许油脂 所有的香味跟色泽再一次得到升华跟展示 最后强行扣上一点小小的绿帽点锤 那么一刀以牛肉原香 辣椒香味 香料香味为主 香得十分纯正 纯粹的河北 安徽版面正式製作完成 同时我相信如此有诚意 硬核的製作教程 一定能够感动到不少看客 早已为主播送上一颗免费的大大红鲜 云以支持 跟今后的鼓励 来上一口 这碗牛肉版面的味道就一个字形容 继续 继续